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andy说他的爸爸有BPH 那他有多可能也会有BPH呢? 针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是问一下 这个前列腺真身有没有遗传性的可能性 当然有一些家庭可能有很多男士 有一些机会比较高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前列腺真身主要是和年龄有关系 所以年纪比较大的男士发病率的机会就比较高 至于他的遗传呢 我看几率不是说很高 可能刘医生有他的见解 我的意见就是有关联与遗传性 就好像说前列腺真身的病床 不只是单单一个原因说 遗传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男性荷尔蒙激发这个真身呢 还有加起来是跟年龄有关系的 前列腺真身可以完全好吗? 可以多吃什么食物啊 或者是少吃什么食物来缩小它 因为这位观众说 其实最好是不要吃药啦 前列腺真身呢 那好像我们所说的是跟着年龄 年龄来说一直是更正身的啦 是不能够单单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啊 或者吃方面能够来减速它变成小一点 除了吃药之外 就是要手术了 所以单单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办法啦 不过单单前列腺真身 也不一定说需要一定要去治疗啦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看病人的症状啊 有没有某一些病发症 造成他们需要去治疗 请问经常忍尿会不会导致BPH? 我看这个问题主要就是 针对憋尿的问题 就是在你平时能处存的尿量以上 忍住而不排 所谓忍而不排 会不会有什么长期的问题 包括前列腺真身 那我的见解就是 它直接影响的 不是前列腺 而是膀胱收缩的力量 换句话说 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尿急 而还是不去厕所 继续去忍尿的话 那长期来说呢 你的膀胱就一直 储存了大量的尿液 那膀胱收缩的力量 就会逐渐的削弱 那这个问题就会导致这个 尿道发炎的机会 比较高 我们看了很多这些 价德式的红包 还有一些去 去长途理性 而一直憋尿的病人 有时候回来看我们 就是这个尿道发炎 我看 和前列腺真身的 这个连带关系 可能不那么强 还可以使用药物来治疗 前列腺真身症吗 如果我有三高 如果有三高的话 一般上 还可以使用药物来治疗 只不过要小心 主要是 如果有吃这个高血药的药呢 像这个药物 我们其中一个 我们讲alpha blocker 是有可能会导致那个血液 会偏少少的影响到 它会降低一点 所以如果使用这个药物的话呢 一般上就不要在同一个时候 吃了 跟这个血压高的药 要分开来吃 所以通常我们治疗 这个前列腺真身的药物 我们是主宗是 建议在晚上 要睡觉前吃 所以血压高的药 通常都是早上吃 分开是最好 不然的话其他的三高 好像胆固醇膏 或者糖尿病 这一类的药物 是没有什么相状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我们的观众 喝很多水 然后他就喜欢喝水 一直上厕所 那怎样才能分辨 到底是因为他喝很多水的问题呢 还是真的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 谢谢教育 这问题是针对贫尿的问题 就是一直要去厕所 排尿很多次 那当然如果受患者知道他喝水量多 那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减低你的饮水量 然后看一下你的 排尿的几率有没有 排尿的次数有没有降低 尤其是晚间 所以刚才我所说的就是 睡觉前可能两个小时 减低饮水量 喝水量 所以可能会降低 排尿的次数 我们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 如果你排尿次数多 不过尿量少 或者是有疼痛的感觉 或者是有尿等待的感觉 那可能有前列腺阻塞的问题 那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我选择微创手术 是不是会比传统手术 方式更快康复呢? 真的会有一点分别啦 因为这个 胃疮手术呢 通常都是 我们先说是 他的手术是 门诊或者 热肠的手术 然后复原的过程呢 会比较少一点 短一点啦 也会比较 也会比较 这样 好像说 排尿有血啊 这些 也是会比较少 然后 然后 要恢复说 去做一些运动啊 或者做一些比较 激烈的活动呢 也是会比较快一点 能够恢复了 比如说 好像说 如果是用传统的 切除手术呢 通常都是 大概 我们会说 嗯 两到三个星期里面 都会有看到 尿有血啊 还有就是 不能 出力 不能运动 大概要一个月 才能够 恢复 如果做这种 微创手术 就短很多了 通常都是 两个星期左右 就能够 恢复正常的 生活 这一类的 你们俩 优优独播剧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